我是阅读人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面对两难的问题 最近读到一本书 书名《曼思署》 他提到了 两难就是面对两个选项时 陷入不管选择哪一个结果 都不符合预期的状态 因此面对非常严峻的两个选项 只能二选一时 这就是两难的困境 两难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包括选择工作 要到大公司好还是小公司好 要出国留学好 还是留在台湾好 甚至要选择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 选择伴侣 要这位好还是那位好 人生有许多两难时刻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两难呢 有三种方式 应对方法一 当两个选项结果都不太好时 试着想想看有没有第三个选项 应对方法二 当两个选择都看似糟糕时 试着评估各自选项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或许只要试试看 很快就突破了 应对方法三 两条路都不选 直接选择原地则反 换条路走 保持人生弹性 谁说人生只能二选一呢 你有遇到过哪些两难的时刻呢 或者当你遇到时 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欢迎留言 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